就是说中国其实呢 除了空中之外 海面上他们最近也宣称 他们有这个所谓的隐形快艇 那这个快艇呢体积不大 但是呢你雷达侦测不到 但是美军跟你讲说 不是这样哦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人军这是怎么回事 好现在介绍您刚所提到 他们这个解放军的 叫22型的飞弹快艇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称之为叫快艇 它的排水量基本盾位都不到 大概就几百吨这样 对可能都 甚至可能都小于六百吨以下 因为它这样速度才会快 那这种其实快艇的研发 其实在所谓的近海作战里面 很多人认为说 它其实比较适合叫狼群战术 也就是我如果大型的机载台 我要透过海面来攻击的时候 我可能第一个吃水要深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可能我的速度会慢 虽然我可以这个一次载量 载运大量的比如说人员 或者物资 但通常那个状况是要是 你要取得空优 跟所谓的海优的状况之下 你大型船只才不会被人家攻击到 那可是像飞弹快艇这种东西 为什么称之为叫狼群战术 也就是我如果不管是在攻击 或防御的时候 我面对敌方大型船只的来袭的时候 我可以动用这种 所谓的快艇的部分 因为它体型很小 所以在海面上速度超快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以它22型的飞弹快艇来讲 它在2004年开始之后 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海军里面的编装 他们也认为是世界首艘 才高速穿浪次艇 反正anyway你可以看到这种船 基本上都是尖底船 因为尖底船才有办法破浪 我想这个观众如果有当海军 你就知道尖底船基本上船是这样跑 平底船是这样晃 那载运量大的当然是平底 可是尖底因为它速度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做了什么双体船型 我们驼江舰也是双船体 就是下面这个双船体 那这个当然更有助于 我刚提到如果你是单船体的部分 又是所谓的尖底船的时候 你可能在海上走会这样 但双船体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这样走 它会比较稳定 所以你看到世界上 大概快速的船只来讲 大概采双船体的设计 那解放军它标榜是说什么 它说它有一个低可侦测性的技术 简单的说 一般来讲你要在雷达上面 比较难以被判别 不能讲说难以被抓到 比较难以判别的时候 通常是你第一个是你的 这个船身外面的涂料 有可能你是可以吸收雷达反射波的 所以当我的反射波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让你吸收掉 你就很难收到这个雷达接面机 第二个是用它独特的造型 也就是我把我的外观 这个其实你看美国像朱瓦特号 它其实做的也很科技感 各位来讲 那你可以看到它几乎船身的部分 跟这个后面的这个旧型的船只比较 这个刚好就一个对比 那这个旧型的船只上面 因为这个船上面有太多 这个坑坑巴巴零零交流的东西 它的雷达反射波一进来之后 就我打过去一船回来 我可以从它不同的波形里面 构建出这条船的船型 那我就很好判别 那像这种呢 它就号称讲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做平面的 你反射回去 你收到还是平面 就没有立体图像 它的讲法就是说 它的低可侦测性是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比较特别 就是比如说在传统的船只上面 我的防御性的武器 跟我的进破装置 可能都在甲板上 可是这个没有 它全部收在船身之内 所以我也没有这些 这个奇怪的雷达反射波 所以你看它就说 把艇尾的这个反舰飞弹 发射装置 都装在这个所谓的 内置式的弹舱一起 然后甚至连驾驶窗 窗框都让它这个减少反射波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在海面上要逆踪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当我的陆地雷达 我的海面雷达 这样子打出去 传给你之后打回来 我在这边叛读 我的雷达反射波 借此知道你人在哪 中国大陆号称说 我用这个方式 可以抵掉你的截面机 跟你的反射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抓不到我了 结果美方说 美方说呢 你今天用这个方式没错 我用传统的雷达的概念 是这样子拍过去 打回来 OK 我接受不到 你有没有想过 我如果从高空看下来 那就没有反射波的问题 因为它流上往下 对 而且基本上在高空的卫星 不是用雷达去侦查 它是用什么 它用拍照 征照技术 雷达打不了这么远 是 它用征照技术下去拍 那你也知道 现在解析度非常高 那个精度 基本上你大概在 一公尺左右的大小 甚至有号称 说什么50公分大小的 那个物体 都可以在那个天上的 这个卫星 清楚可见 所以美方的说法是 第一个 你就算我海面找不到你 我天空又卫星抓 我拍个照片 我也拍得出来 海面上有东西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从海面上面 从上空这样拍下去 你要是造型 跟他们大家传统的都一样 也就算了 因为我判读上 可能会有困难 你把它盖成这个样子 那我一看过去奇形怪状 不就你吗 就是你 所以美方的说法才会讲说 你的卫星有什么意义呢 不是 你的这个所谓22飞杆快艇 有什么意义 你说我一般的雷达抓不到你 我用照相的总拍得到 你总不会连我高空都拍不到你 快如闪电 不可能 所以它的隐身技术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概念来看 用拍反 你肉眼看得到 照相机抓得到 你总不可能连那个照相机 都反射回去 那当然军方会有 大家有些不同的观感 不同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也要讲 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讲说 你征兆也没有那么容易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是站在 不同的角度上面去看 甚至以它来说 它其实真的 第一个它不是要以飞弹 它不是以速度快 最重要是它的攻击的能力 是什么 所以我就想 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 以前大家讲说 天下之 就是所有的武器叫微快不破 可是你再怎么快 说真的 现在卫星征兆的状况之下 你很难逃得出 它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大概有揭示出来 是包含它的22型的 这个飞弹快艇 它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它的这个基地的位置 大概是在哪里 你不信美国 我就修一张照片给你看 对对对 而且你看 它其实用这样一个技术 拍摄下来的卫星照片 里面所有的飞弹快艇 号称有隐身能力 通通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还蛮清楚 所以你要在雷达上面 我认为有技术 就是技术可以去 连直升机都可以做静音设备了 这不是我不认为 现在科技太难 但是如果你今天认为 说我用这个方式 你连高空都看不到 我觉得美方放这个照片 就在告诉你说 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对这个有没有了不起 这个其实就如一句俗话 四驴四马拉出来六六才知道 我觉得解放军 现在应该很想有 拥有哈利波特的 那个隐形斗篷 就把那个斗篷照在船上面 连人造卫星都拍不到 这个就猛了 披上迷彩外衣 迷彩还是拍得到 只是要比较不容易被拍到而已 的哈 好